时隔半年,安徽原厄医疗队队员李丛林于9月18日带着儿子重返曾经的抗疫战场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6病区。目睹曾经的战场恢复如常,他既感动又欣慰。 这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正常形象,我感觉到很欣慰,因为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整个医院的设置都是重新改造的,都不一样了,是为了适应收治新冠病患者的需要。今天我们恢复了收拾常规病人的场地的改制,看到协和医院今天在正常的运行,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李丛林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胸外科护士长。2月13日,他和医院136名同事驰援武汉,整建制接管自流病区。奋战35个日夜后,于3月18日撤离。如今绕病区走一圈,回忆起往昔熟悉的一幕幕,看到焕然一新的病区,李丛林激动难易。他与武汉战友一一拥抱,诉说离别后的变化。 李丛林说,他永远都忘不了出敌武汉时的情景,城市空空荡荡,没有车,没有人。大楼离红灯闪烁着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字样。 坐在开网酒店的大巴车上,大家心情沉重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如今在返武汉,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我今天早上就在武汉的街头走一走,然后呢,还是七点钟,就是还没有正式的上班和开学的时候,但是路上已经有很多人了,然后有成年的一些大爷大妈们啊,还有一些背书包的学生啊,还有一些卖早点的呀,然后还有好多那个私家吃啊,就是已经开始堵车了。 因为原恶,李丛林的儿子余宗喜也与武汉结缘。今年余宗喜高考668分,选择了华中科技大学。余宗喜说,这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到妈妈战斗过的地方看看是余宗喜的心愿。趁着开学新生报道,她得以如愿。 就是感觉我妈真的是英雄,来武汉抗议真的很伟大,百文不如意见。看就是听了再多,真的没有眼前看了一下震撼,就是那样的一种敬佩和对英雄就是抗议的不义,真的才真正理解到这件事情。